端午节民众都会吃种植来应应景 不过呢,营养师在此要提醒您 不管是南部种也好,或者是北部种 一颗的热量就高达400到600大卡哦 因此呢,民众您最好是要适量 特别是三高的患者 而另外,建议您在吃种植的时候 也要搭配蔬菜来增加纤维质 才能够吃得健康 端午节节将到来 不少民众已经开始包粽子或是采购粽子 营养师提醒,不管是南部或是北部种 一颗热量就高达400到600大卡 吃过多热量会爆表 因此民众使用时要适量 北部种的话的做法是先炒过再包 所以它可能会比较有一点 这个可能要小心 可能会比南部种再多摄取了一些 有上面的一些热量 但不过也不是说南部种就一定这么的健康 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肥肉啦 或是说可能有一些花生 这是也比较高油脂的 那田种更不用讲 里面还有金质糖的部分 所以在摄取不管是哪一种粽子 其实都要很小心它的热量可能会有爆表 另外如果是三高患者 营养师也建议 最好替换主食 还有粽子是糯米 生糖指数比较高 盐分也较高 糖尿病、肾脏病患者 最好要减量食用 希望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 请记得就是取代你一部分的一个主食 就是淀粉的部分 因为毕竟糯米它本身也还是一种淀粉的一个组成 那另外就是说 不要说那一餐只吃粽子 而是说像蔬菜 或者说像一些优良的蛋白质 比如说豆制品 或瘦肉、鱼肉等等也是可以搭配 不要让一餐只有淀粉 那这样对于血糖的一个部分的影响 也比较不会那么大 那最重要的是说 吃完以后最好还是可以就去散散步 或是从家里运动之类的 为了帮助民众了解冬五节如何健康吃粽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6月3号上午10点 在一楼大厅 邀请营养组副组长刘怡山举办健康讲座 参加讲座送香包 记者顺便站门齐新店采访报道